你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前文书啊,咱们聊了聊,这个莲花生大师和本教的诸法师斗法的故事 说实话呢,即便咱们聊了半天斗法呀,也没有什么实质的情节 我真是不知道啊,这双方斗法究竟斗些什么 像拔鞋之类书上的记载呀,也没有什么意思 谁先过河,谁先上山,这种完全啊,属于这奥运会比赛项目的斗法 咱们讲了也是没意思 反正书里边是这么说的,这莲花生大师啊,能用这个体力营的呀 那就体力营,不能用体力营的呀,那就是用法术营 我怎么觉得这跟耍赖没什么区别呀 没事,我不搅着寒碜,我弄不懂这莲花生大师的斗法很正常 这人要是能弄懂了这菩萨的法术,那我就不挨着给您说书了 是不是,那我也斗法去了,我 那赢了,赢了怎么办呢,信奉本教的一些宗使啊,贵族 低气头不言声了,那这本教的这群僧人呢,算是倒了没了 说实话呀,这本教在西藏啊,根深蒂固,所以说呢,这个赞谱啊,赤松得赞 在处理起这些本教的僧人上还是比较怀柔的,没杀 今天呀,咱们如果能讲到您往后文书听 那朗达玛灭佛的时候,在西藏杀和尚啊,那狠了去了,转找这个大德高僧宅 这是后话,到了后文书啊,咱们还会往希勒八指,咱们先讲兴佛,把这灭佛的事啊,咱先撂撂 那么,是怎么处理这帮本教的僧人呢?这赤松得赞说呀,给你们三条路 第一条路啊,皈依佛教,哎,就是你这个本教的寺院呢,直接就改成啊,这个和尚庙了 然后你们这本教的僧人呢,皈依三宝 不过呀,得发誓,那这故事讲到这儿就挺有意思了 怎么呢,这群人呢,挺愣的 哪群人呢,就是这个本教僧人里边啊,这个比较软骨头 愿意啊,这个皈依三宝的,跪下来对着神像就发誓 说打枝起呀,我呀,就不本教了 我呀,皈依了三宝,我就沙咪了,我就沙门了 可是他向谁发誓,向哪尊神发誓呢 抬头一看呢,还是这个本教的神 那么说本教的和尚对着本教的神发誓 说要皈依佛教,这事可信吗?可信 一会儿咱们再交代他为什么可信 咱们接着往下说第二种方案 第二种啊,是不行,我宁死啊,也不信佛教 那好办了,那这赤松德赞说呀 那你就还俗吧,你也别是本教的和尚 你也别是佛教的和尚,你呀,就当老百姓去吧 于是这部分人打好了扑克卷 愤愤的就离开了寺庙 那还有一部分人,最为坚定的本教教徒 哎,我就不皈依三宝 我也不还俗,你能把我怎么地 那这些人呢,肯定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呢 把脖子伸出来啊,就等着你这赤松德赞 你莲花生大师,你祭父大师,你宰吧 我呀,也不皈依你们这佛教 那杀了吗?没有 实际上啊,这一部分本教的教徒啊 我觉得最后的结果是最好的 那怎么follow他们呢?流放 流放到哪啊?什么这个川藏交界啊? 什么青藏交界啊? 那这些地区啊,这环境啊,生活条件啊 都比这个魏藏地区要好 简直啊,就是把他们发配到啊,风景秀丽的旅游区去了 您看什么现在,黄龙啊,就这钩啊 那么关于说这本教的经书啊,经典啊,佛像啊 你们能拉走的就拉走 拉不走的呢,我们这就就地掩埋,或者是焚烧了 这就是赤松德赞呢,他当政时期对本教教徒的处置 实际上这里边还有两点啊 咱们要着重的说一下 那莲花生大师就广靠这个发术斗法就能让这群本教教徒心服口服的 遵守赤松德赞的这三种安置办法吗? 其实广靠斗法肯定是不行的 在辩论大会上啊,这群本教教徒也输了 所以输的一个心服口服 那这辩论大会咱们上集为什么没讲呢? 因为那不热闹,一句话呀,就能带过 那这辩论会是在哪举行的呢? 这就涉及到啊,咱们要着重说的第二个问题了 这个地儿啊,是在泽当地区 泽当地区的雅鲁藏目江河谷的一块空地上 那这佛教一方的主辩手啊,那肯定是济乎大师 后边呢,有这个刚刚在这个法术比赛中大获全胜的莲花生大师坐镇 那本教这边呢,也是一位向雄高僧 叫什么呢?叫做相日无金 是这个本教这边啊,对这个经典研究最透彻,最能言善辩的一位高僧 实际上呢,咱们这儿画个括号,这括号里括的是什么呢? 这本教这会儿啊,刚有文字没几年,哪有什么经典啊? 那这辩论会的结果呢,就很明显了 让这个济乎大师问的一个哑口无言啊 最后啊,这帮本教的贵族也不得不同意赤松得赞的判定结果 本教输了,佛教赢了 所以说啊,这帮本教的信徒啊 从这个贵族一直到僧侣都是心服口服的 那既然赢了,面临着啊,就要在这个西藏地区建庙了 解决这个西藏地区的佛法僧的问题 那庙建在哪呢?就建在泽当莲花生大师与济护大师 与本教辩论的这个道场 这赤松得赞呢,就问莲花生大师 说这大师,咱们这庙怎么建合适呢? 这大师啊,看了看国王,对着这块空地 用手一指,吃冷夜啊,就念了一句咒语 结果啊,神通来了 这凭空中就出现了一座庙宇的影像 这赤松得赞抬头一看,惊声高呼 我,我了个去 那藏语里边表示惊讶的发音就是 桑叶,这个建在雅鲁藏姆江边上这座大寺 从此就叫做桑叶庙 您今天去桑叶寺,您都能感觉到这座大寺的宏伟 这桑叶寺的主体建筑分三层 第一层呢,是藏室 第二层啊,是这个汉族的建树方式 鹿顶挑言呢 最上边啊,鹿顶上边还有一层 是按照印度的建筑方式建造的 那光有庙不行,还得有和尚呢 于是啊,这第一批西藏的僧人出现了 有贵族,有平民,一共七位 那原来这藏族没僧人吗 有,但是很不正规 也就是说呀,也不穿僧袍啊 也不进寺庙 他说他是和尚啊,他就和尚了 那这回这七位就不一样了 要正经的剃度,受戒 并且要在佛寺出家 那这七个僧人牛了 历史上啊,就被称为七爵士 有了七爵士之后呢,后来又来了三百沙弥 至此以后啊,这西藏才算是真正有了和尚 那有莲花生大师和祭乎大师传法 还有啊,这第一批僧人 那很明显,法和僧有了 但是佛呢?那有人说佛简单了 这过去未来现在佛 还有这诸菩萨往佛殿里一立 不就是佛了吗?没有那么容易 这本教啊,给藏族地区造成的最大影响是什么呢? 就是人家本教的神,全是人家西藏本地的人 不是本地的人呢,也是本地的神 山精水圣啊,全是西藏啊 当地土生土长的 这就很难办了 对这个外来的宗教佛教而言呢 你这些神呢,没有说福利 哎,这台子上供的这些老佛爷呀 米贵也不认的 那怎么办呢? 哎,这会儿的莲花生大师啊 他有主意了 通常这个宗教传播呀,有两种 一种呢,就是像佛教传播这样 通过传法呀,感染你慢慢来 还有一种呢,就是圣战类的传法 我打到你这儿,你就得信我的教 不信我的教,就杀了你的人 通常呢,靠胳膊胳粗来传法的这种传播方式啊 这种宗教啊,嗯,都是一神 神信多了,没有用 我不是打赢你了吗? 你就听那个一个神的就行了 甭想别的 那这靠嘴说软磨硬泡来传法的这种方式呢 就不一样了 这莲花生大师呢,就创造性的提出了一种护法神的理论 把本教诸神呢,全拉到佛教当中来 虽然呢,不是正神 但是你们啊,都是这个护法神 顾名思义呢,就是护有佛法的神 当然了,也有正神 人家本教啊,有正神 跪拜了千年的本教正神 你把人家拉到你佛教当中来 给你的佛护法 在感情上啊,原来本教的这些信徒 哎,就乃至这个整个这个西藏的民众啊 肯定接受不了 那这莲花生大师啊,更有办法 干脆啊,就原封不动的 把本教的这些正神呢,也摆在了神台上 供奉了起来 人家要问呢,说哎,这尊神呢 实际上啊,你别以为啊 他是你们本教的神 太狭隘了 实际上,这是我们佛教的神 这是谁啊 这是菩萨的化身 那你说你们这大黑天 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法力 实际上,他就是我们的菩萨的多种化身之一 起了,这一下子呀 就在西藏地区 这佛本呢,一家亲了 这和尚亲不亲呢 但说反而这神仙呢 倒是都被供在一个发台上了 这也就是很多呀,中原的好朋友 一旦到了喇嘛庙里 抬头一看 哟,这神仙我怎么一个都不认识啊 不认识啊,很正常 这些神仙呢 很多都是菩萨或者是佛的化身 再有呢,就是这个菩萨和佛的护法神 等对了机会呀 我跟您聊聊这些护法神 以及这些化身 单冲这些神仙 长着模样和做的奇怪动作 哎,就必定很有意思 哎,积极的邪告中 您先别着急 那咱故事讲到这儿啊 那就完全能说明 这个佛教算是在西藏地区站着了脚跟 这前红旗传法呢 算是轰轰烈烈的开始了 那这个佛法僧都有了 那下面呢 就是需要这个王室贵族的支持了 那有人说这赞普就是国王 国王不就能代表王室吗 不然 这国王啊 只能代表他自己 他为什么支持佛教啊 他就是想寻求啊 另外一种宗教来支持他的政治 那对君主而言 只要这个宗教对他有大大的帮助 那他个人信佛教 道教 基督教 天主教 任何任何都是一样的 可是呢 这贵族和其他王室和国王想的就不一样了 他们是靠这个宗教把他们团结到一起的 共同的利益 那最初啊 都来自本教的力量 现在呢 虽然本教在斗法呀 辩论当中输了 但是我们呀 还是不能接受你这个佛教 那没办法 这僧团呢 跟国王只能挨个说服 最后啊 终于有贵族 开始慢慢的皈依佛教 那么第一位皈依佛教的贵族是谁呢 是王后 这王后可不是信佛那么简单 是真正的做到了皈依 给这个桑耶寺啊 不但筑了忠 而且立了碑 您今天到桑耶寺啊 仍然能看到这些龙物 到了这个赤松德赞时期啊 这藏族的文字也有了大的发展了 所以呢 也溢出了很多的经文 这呢 就是早期的甘猪尔和丹猪尔 自此呢 莲花生大师 济护大师 还有啊 这个藏王赤松德赞 就有了一个新的称号 叫做藏传佛教三节 这藏文一出来啊 叫做堪落取松 那有人说这个词很玄妙吗 一点也不全妙 无非啊 就是每个人的名字当中 取出一个字来而已 那么这堪是什么意思呢 这敬命大师 也就是啊 这济护大师 他是这个超延寺的住持 住持啊 叫堪布 所以这里边有个堪字 落呢 落就很简单了 落本白麻酒奶 那是莲花师大师的藏族名字 所以啊 这里边有个落 这取字啊 就是藏王赤松德赞 最玄妙的字 那得说是松 这松是什么意思 松其实就是藏文老哥仨的意思 就是三的意思 这就是这个藏传佛教三节 那咱们今天啊 聊的是这个藏传佛教初次在西藏发展 那咱们明天聊点什么呢 老话说的好啊 这痞急了太来 太急了 他痞就来了 那有红法呀 就有灭佛 咱们知道这前红期的结束啊 就是朗达玛灭佛 那朗达玛他为什么好没音的 作为一个这个赤松德赞 红佛的国王的后人 他要灭佛呢 所以说这精彩内容就在明天 明天呀 咱们要好好巴掷巴掷 这藏传佛教 其实他也有残忍的一面 请不吝点赞 to는데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